大家好,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到第二季,环球股市依然好像很难看得通透 所以今天请来主民基金经理林少盈一起聊天 Vincent 你好 Debbie 你好 不见了你大概一两季了 今次你给了我的提示,我依然记得 我觉得也非常有用 所以今次想你和我们再分享多一点基金界对第二季 特别是港股,为什么落后这么重要的一些看法 和你聊天之前,不如我们先回顾一下 其实主要指数今年的表现 依然火车头都在微股那边 即以成熟市场为主 你见譬如标普500那些 其实升幅差不多是接近一成 恒指都比较输蝕 好像拉牛上书那样 其实原因在哪? 其实港股主要都是受制于中国大陆收水的 由去年下半年开始内房三条红线 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 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其实今年开始都见到国家是想在消费者的层面 都是想压抑消费的信贷 包括了房地产的按揭 其次就是这个消费信贷 大家可能都在印象 就是去年年底 螞蟻集团是想上市的 最终是停了 现在都正在改正 很大的机会 其实整个消费信贷的市场 都会是 那个增速是会大幅地放缓 这个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运作 那个流动性是有弱干的压抑的作用 如果其实美国又反过来 其实美国政府就是持续地向资本市场放水 对 财政政策 多费政策 是的 那个1.9万亿派钱的方案 其实都已经在国会通过了 另一方面其实基建的计划 是Donald Trump任内得过港字 现在你看到拜登上任 其实那个执行力是比Donald Trump任内更加强 很强啊 但还在喊架 因为有点害怕最后搞不定 额没那么高 这件事反而不是太重要 因为市场其实都有另一方面的隐忧 是一路是担心 是那个刺激经济的方案 是用力是太过猛的 是令到那个长债息率 今年首季都曾经是抽到1.7多厘 是的 其实由于这个忧虑 其实美股也曾经有一段时间积极的 是 拖下了港股 但是港股其实有双重的压力 就是美国长债的那个利率的压力 其次就是大陆收水 这就令到港股和A股 那个表现相对的反而是比美股更加差 是的 如果看技术形势 其实很多人都是夹紧A股 看看关键位短期内会不会穿 如果我们看今年来的表现 其实内地股市都差不多 在环球股市里面 都数一数二那么差的了 如果主要区内市场来说 跑输了 护心300 竟然是要跌超过3%